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 今年的第22号台风海马 它的强度增强为中度台风 来世熊熊的中度台风海马 虽然周日距离台湾欧兰比 东南东方2300公里海面上 但是这个台风未来有增强的趋势 不排除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或者是强烈台风 目前中央前测局预测 海马台风持续的往西北溪的方向 朝着旅宋岛的北部方向前进 影响我们的时间点大概还有三四天 要近一点才能决定说 是不是有发海景或入境 中央将军目前预估 它的外围渔气会在这个时候 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下周三的晚上 然后持续影响到周四周五这两天 花东地区还有在南部地区 就开始会有降雨的状况 生物中心 海报导 那里面有不是 也会在这边